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上飞的除了飞机 地下跑的除了坦克什么都吃 说吃小孩 炮的一个一个的小孩 说他们吃小孩 耸人听闻 最后好像有关部门出来澄清 说那是什么拼贴 什么造假 说那个不是真的 但这次是真的 说是多少英国妇女看了之后痛哭失声 他们那个概念这是活人 那是杀人 活杀 而且看那个整个的过程 就跟电影一样 就跟一个惊悚片一样 一个妇女跑 怎么跑 躲 躲到山里去 然后那个12个男的 12个就寄生班的男的围着 最后轮流 六个人一轮 六个人一轮班 六个人一轮班 打牌喝酒 就看着不当出门 最后他还是跑到那个 刚刚躺下 洗洗脸 刚刚躺下 跑到一个亲戚家 刚刚躺下 躺一小时 又来敲门了 哎呦 那真是这个神经的时候 强迫他 打牌 先到劝你 计划生育 你日本朋友知道吧 计划生育 你 那日本人要听说 这事会什么反应 那一样 我想跟英国人一样 你想英国的首相 把小孩扔在一个餐厅里 晚了15分钟 全英国来闹 对吧 日本也作为新闻 在报的 你想这种东西 那当然 你想日本对小孩 特别的看重 而且他本身 这些越是随着经济的发达 国家的兴旺以后 他经济发达以后 也不说兴旺吧 就是越来越来越 结婚率也低 而且生育率也低 所以对小孩看得特别的重 你像我们 我在日本是打过几次胎 你 他结过五次婚 六个老婆 不是 六次婚 四个老婆 有一个是又离了又结的 但是这个在日本 如果打胎的话 你是经过双方同意的情况下 是允许的 对 没错 你最长记录是多长时间打的 不 也就是三个月 差不多 我每次都是三个月之内 一般他超过了三个月 他就很 四个月到五个月 基本上他就不会让你 而且他不允许 你做那个什么 已经成型了 这次是几个月 七个月 那已经成人了 中国是七活八不活 七是可以活的 七是生命的 就是说 我最关心的是具体问题 我最 我现在因为这个事 所以跟小帅一样 看了大量的资料之后 我非常关心的一个医学问题 我希望有人能解答 就是 你看他们有人讲了一个事情 微博上 说是真实的事 说最耸人听闻的事 说是 有一个江西来的姐姐 到这个儿童医院 领着自己 这个大概是七八岁的 15岁的 15岁的弟弟 去看病的弟弟疾病缠身 15岁的弟弟 可是身材看上去 就像六七岁 像七八岁 一问怎么回事 这个姐姐说 我弟弟当年是七个月银产 没死 就是活 活着 最后就活 活下来 所以造成这样的 残疾了脑 脑袋可能加了 严重先天不足 所以我想知道的医学问题就是 他们是怎么把他弄死的 或者说这个银产打一种药水 出来 理论上是活的 是活的 他是活的 他还哭 就出来之后还哭了一阵子 哭了一阵之后再死掉的 他不是出来的时候就死的 太残疾了 这个是最恐怖的 所以这是个 对 很具体的问题 活杀已经是 如果说我们现在来谈 究竟什么时候算生命 是允许 就是生命是存在的 有的时候 比如太小三四个月 有打开 咱们就好像觉得还没成 就什么时候算是个人了 所以你是出来 还在里面 你就说这个 这就跟讲那个安乐死 怎么判断死亡标准 放弃抢救 这个细节是一样的 就是说 如果他刚出来 他是活的 那么 他已经有生命了 他已经有权力了 你周围的医务人员 就是等于等他 等他死吗 就是等他死吗 就不抢救 对啊 是吧 那这个 他是活的 对啊 你明白吗 已经就对了任何像我们一样的人 任何一个权权 还是说我不懂医学 所以我希望有懂医学的人告诉我 我听到的这个有的资料 这个传闻是 有的医学什么论坛上 说是有的妇科论医生论坛上 他们在探讨什么问题 就是如何让这个七个月 或者是大月份引产的孩子 出来是死的 有人说 什么从这个阴道口往什么鲁门 我都不知道那鲁门在哪 鲁门注射一种什么酒精啊 还是什么药液 你知道吗 甚至说注射绿安酮 就怎么能做到 把他引出来 他不是活的 对 要不出来就饱说了 哎 这咋就行吗 按医生的人道主义应该救 他一生提哭应该救了 对 他也恐就没法 所以你说中国为什么不必拍恐怖片 不让拍恐怖片 这已经不用了 不用拍 活生生的都有恐怖片 像刚刚那个情节 说实话 电影要是拍 那管他有没有票房 那至少是涉及到我们的 很严重的问题 当然这里面有国策 计划生议是国策 是很麻烦 你碰不碰 说不说怎么批判 但是那就是国策定下来 发展中国的国策 是早以前八年那个定了国策 所以他们这些人去 做这些事的时候又是 就是好像都是我是正确的 我是我是有政策的来的 对 那个里面的矛盾点 标语嘛 都是一胎生 二胎瓜 三胎四胎 杀杀杀 宁天石作坟 什么不生一个人 咱们就是搞这个 但是我这个对农村情况了解不多 可是我有点这个感觉 我甚至有时候对中国这个情况 有点觉得这个悲哀就是什么呢 你呀是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 你知道吗 就是说而且呢 又那么样的落后 各方面又很野蛮 说什么发达 其实现在很多方面非常野蛮 那么你说这个东西 但是又要计划生育 你知道我听过那样的故事 说的当年什么邓小平跟那个什么美国一总统说 美国的总统批评中国说你们人民没有出入境自由 是吧 邓小平说你要这个自由可以啊 给你送一千万 送一千万 就是说中国为世界做了贡献 但是的确看来你这个人口好像是不计划不行 这就是当年毛泽东跟马云初之争 可是我就觉得这要是死命吧 让一人只剩一胎 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社会 那些个村干部 我跟你说 我认为这个野蛮和残酷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你明白吗 就是说你当然他不是东西 可是问题是稍微了解点中国情况的人 你恐怕也能明白 对 这件事真要是严命令死之行 他没招 他必须来死之行 对 血流成河 就跟拆迁似的 对对对 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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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变强杀 多一个强杀 强杀 这太恐怖 小墨你也可以说说 刚才我觉得小帅提一问题也挺有意思 就是说啊 这个 就是说你要不强制 有时候在全世界会发现 大城市 像北欧 甚至像东京 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 就人们自己就不愿意 很多小学都没有了 很多 现在每一个城市都有小学都不断的在关门 小学都没有 都没有人进去 中学也开始关门 大学现在根本就没有升学历 他所谓的没有升学历 他是 大学没有人进去 没有人 所以 这种中国人多嘛 就赶快 跟日本搞好关系 那把人放在那边就不做好 他又没有劳动力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那块就不控制 不计划 但他却自然 法国也是 他反而不是 在法国你问所有的年轻人 大部分像我们经常接触年轻人 首先你问说你们结婚吗 他们说结婚 太奇怪了 为什么要结婚 他年轻是该玩的 不好就就那个 然后再生孩子 都不生孩子 所以他们那块 好像这是一个气场一样 大家到三四岁 大家都单身 不生孩子 对啊 对啊 这个他是怎么形成一个就是 是文明到一定程度 还是 我不知道 这个 其实还是一个 就是 每个人都是在为自己 只活一次 对不对 如果活了这一次 他一开始就为了家庭啊 或者为了小孩给缠 他会到一般是到三四岁以后 日本人才考虑 才考虑 才考虑 因为这个时候还可以很好玩啊 工作啊 对吧 中国是什么 是农村 你城市里面 真正大城市 也不一定就是很早 关键也在变 现在有点 有什么 你说不生孩子 不生就不生了 我们还可以有时间玩玩 到三多四十岁以后再生 关键还有这个事情里面 我觉得最想不通的 还是一个中国目前的一个特殊情况 就是中国特色 就交钱 就你计划是要 你就是 假如说你真是一个国家 你交钱 更加 这还是你交钱 对 交钱可以生 不交 就又跟钱管够了 今天出来的报道是严重怀疑啊 这玩意实际上就是四万块钱 就钱 交这四万块钱 交了 其实就可以生了 对就可以生了 这个生命就可以诞生了 你说这个跟计划生意人口多少 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啊 还是钱呢 就钱 一开始十二万 一开始交 一开始要十二万 十二万啊 没有 最后呢 是 谈到三万 结果三万块钱答应了以后呢 他给他老公打电话 我看才知道 给他老公打电话 老公没电话 或者什么什么呢 就把这个三万块钱 就错过了一两天 错过一两天 把这边急了 说哦 他说四万 就就改四万 这四万块钱 没有来得及执行的时候 这个钱 怎么才是呢 计生办啊 就是领导干部啊 计生办啊 有钱能死 人死鬼鬼没 对吧 那有钱能生能死 你 真是 这玩意很厉害 是吧 有钱绝对你生死 哦呦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都要求你 这玩意很厉害 我都要求你 快点 我都要求你 我都要求你 是吧 Living the life of color 东风日产 人车生活 六月相对论 新科技伴随进步于挑战 整合最前年词讯 全面解读技术发展 完全时尚所测 相对论 星期四晚上 冻黄卫视中安台 要说孩子 咱们这位不陌生 刚才说了 打胎就打了三回了 而且最近我还要祝贺你小莫 跟失散19年的儿子 从又重聚找遥了 这是个什么 通过微博 19年前你有过一个私生子 不是私生子 是我第二个老婆 在日本生的 其实我三个小孩 我现在三个小孩 就是加上这个 都是在一家医院 东京医科大学生的 都在一个地方 都在日本生的 因为跟他妈妈离婚以后 他回到中国 回到中国以后呢 就后来就 到两岁的时候 我们还有接触过 后来以后就 可能是再婚啊什么 就没有跟我联络 我怎么也找也找不到 找了19年 你一直在找他 一直在找 他现在有了微博 通过微博找 微博万能 微博 就是他的表哥 在半年前 看到那个新书事件电影 看有剧本公司李小木 他小时候见过我 他有这个记忆 他想起来 这是我们家表弟的爸爸吗 这不是亲生爸爸吗 然后他就跟我儿子去讲 然后我儿子再跟他妈妈去讲 半年前就知道 但是呢 又不好意思 然后他表哥 鼓足勇气 给我发了微博 他说我是俊俊的表哥 然后是我们这表弟很像 你怎么怎么怎么 我说 哎呀那这不是我们家儿子吗 然后马上 就是在六亿摇童间的前夕 两个小时以前 哎呦 恭喜恭喜恭喜 那是 那但是初次见面 有没有觉得隔阂 那明天去见 还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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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那家伙真是 咱们应该现场直播一下 对应该有个小纪录片跟着 你这么多年 你还挺执着呀 我必须要找 前妻的孩子 那毕竟是我的小孩 我毕竟要找的 在我身边出生的 所以你看 你倒不嫌孩子多 我不嫌多 给日本做贡献 将来大学不用考生 孩子赶紧保送 他已经21岁了 在中国的某一个大的IT公司工作 没准将来啊 即便是能买钓鱼岛 买的也是咱们中国人 但是中国人靠种 但是你要说你啊 你要按某种观念来说 咱俩就说生命观念 你也犯罪啊 你明白吗 对 你要照宗教的观点 佛教的观点来说 那玩打胎就是 对 有点犯罪 对 照西方那个最保守的 天主教的观点 你不要说是 避孕都是犯罪 就说你不要说是这个人流了 什么几个月算婴儿了 受精卵 所以咱们就是说 你觉得生命从哪开始 就你看啊 就我们我们经常 我们南华有说虚岁 虚岁从哪来的 比如十岁 我是 肚理就开始 虚岁有一年 肚理那十个月就算 就算一岁了 对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一出生 两个这个世界啊 一结合 生命开始了 他每一个变化 每个细胞都在变化 生命算开始 你现在衰老的生命 也在细胞 也在衰亡啊 也在变化呀 那算不算一个 新的生命开始 没有这个 当然他撑不了我们现在了 所以远到那个 就我那个 有一个在美国 过去一个朋友 他是基督教 夫妻俩 特别好 有个自己办了教堂 我去的时候 他有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 两个孩子 刚刚出生 两个大的一个小的 等到几年过去再去 他现在好像已经有七个了 就过两年 也过两年 就是不允许 避孕 不允许避孕 不允许打胎 那避孕 他可以用别的方法避 他也不避 就不允许打胎 怀了就必须生 怀了就必须 七个 不行了 不行了 再也不能在那什么 但是呢 夫妻之间 他们作为基督徒 又是要恩爱的 你们就 你这一块 你要失了这个丈夫 和夫妻互相之间 那种性爱和恩爱 又不行 也不行 也违背人道 对 你要做 又不能避孕 有了又得生 哇 这好玩 没错 而且我感觉 耶稣那意思就是说 你这事 你不能为你自个儿娱乐 你这事 就是得是为了生产 为完成生产任务 你不能自个儿娱乐 对吧 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下 你是这个行业的事 不是 我的打台不是我愿意的 都是对方要打的 经过商量 这个事情吧 每次都我都不太愿意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不是我坚决不愿意的 这个事情不是你的这个 你不用承担这个 就是 打台生产 全世界都是 因为美国英国也有 夫妻双方不行了 商量好的到英语也可以打台 但太大了可能不行 太大了 好像更认为是个生命了 心上头都看 小一点都还有 这个不是说完全不能打台 也要看自己 比如说基督 基督那家人家士 他们特别虔诚 那么他们不打 那有的也就该打 也打 实在是没法 其实我很喜欢小孩的 我是多多一散 小孩 我恨不得老天 一个人出来叫我爸爸的 是吗 这点 你在全国各地找找 从你过往的故事 我觉得应该还能找着一些 这点 这点 咱们有没有研究过 说印度怎么回事 印度 国土 古龙大 也是人口那么多 也是暴涨 暴涨到现在 当然他可能也拖累了 经济什么 但是他 他怎么就协调 这个关系 但人口现在直追中国了 快 比我们小 比我们贫穷 直追中国了 对 这其实人口问题 那从某种方面讲吧 人口少生点 资源上面 是个好 但是在这种执行上 要采取这么一种 非人道的方法 又是一个矛盾 那我们怎么 如果说我们敢不敢 就变成一个 放开 如果现在中国 如果是放开的话 你觉得会不会说 成立农村 就开始拼命生了 我觉得不会 大家已经到这个时候了 都已经习惯了 我想 该一个就一个 有的该没有 而且都城市化 已经在扩展 是不是该慢慢的 变一变 那个强硬的这个国策 不要给地方 现在不是经常说 这是给地方 很多的小官僚 捞钱 捞金 腐败的一个东西了 他们现在 这个人啊 是这么的 他是指标性的 他不是说 我那个 就是他是因为 到这个四五月 几行 六月份是 他是这个 叫计划生意月 就跟我们说 徐雷锋月 我们有个徐雷锋月 有这个月 这是什么 消费者全一月 315 这个是计划生意月 他们定这个月 他要完成指标 他们只完成95% 差几个 就把这个盯上了 其实这个盯上 就是两者 因为他们家 出去打工的钱 给钱 要么生 要么打 打了 就他们一个指标 如果给了钱 捞一票 这个也就生下来了 他是这样一个 给地方腐败 滋生了很多东西 完全就是个 经济利益的东西 咱这人命 都是指标 指标 对 允许你生 不允许你生 这个太可怕了 就这个问题 你怎么弄 解决不了 你说 中国就国策 你说不让他弄 以前在日本 是一个小孩 他鼓励你 以前我们刚 我那十几年的时候 是25万 现在增加到30万 现在增加到35万 哪怕你出生的时候 没有钱 你可以先预资 这里买了国民间 日本也是资源匮乏 对 他有那么多人 人口密集 不会比中国12 你想 他的国土的地域 只有我们湖南省那么大 OK 但他人有1亿2千万 对OK 你算算 他湖南省的那个地 那个面积 但他有我们中国 10分之1的人口 他那面积度 也是相当的高 什么学学呢 而且在底下 什么东西都没有 关键我觉得 还是一个政策 还是一个 就是贫富选序太差 中国是农村 所以这种事情 执行政策的人 就变得是 搞经济利益了 加上本身那些穷的农民 他也想要多一个 或者来为他 延续后代 或者农民工 他要打工 他没有人力 他没有办法 他不是靠智力 在做事情 靠人的体力 对对对 这也是 儿子多 没错 城里你一个 说得过去 那农村确实一个 他弄不了 一走了 医疗也不行 养老确实他的问题 体力也不行 那怎么办 农田谁来种 对农田谁来种 社会医疗保证 倒不到这个农村的 最基层去 日本是农民很富裕 日本农民比城市的人富裕 他的地主都是自己的 中国不是自己的 所以这个不一样 咱们的地主 说到没有就国家了 咱们的地主 当年被杀得差不多 现在还有没有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有些时刻不会过期 有一些画面值得保存 严选刹那光辉 及时永恒的奥运夺期瞬间 但你重温当年呼吸停止 心跳加速的经典一刻 奥运夺期时刻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亿重工 小帅刚才看那个什么 是成都医院保存那个 对对对 所以也挺剩的 他就是培胎 就是试管婴儿 好多试管婴儿 试管婴儿 他试管一次的话 不是就一个 他有好几个 有成功的好几个 好几个比如说 你愿意生吧 比如你这个生一个出来了 那那几个怎么办 他就试验了 他多试嘛 好几个卵子 他试完之后那几个 那么有的就保存下来 冷冻 冷冻 他好多试管 冷冻下来 这样的话就是 经常是同一批 这边受孕的好几个 然后这边生出来 就孩子生了走了 剩下的冷冻一堆 那么出现就是说 比如说有 甚至有双胞胎说 要先要一个 得说这生出来了 姐姐已经十岁了 这还在冷冻期间 随时人工决定 弟弟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那个 但他现在就是说 现在没有计划 就是说到底可以 保存多天 然后呢 又会不会行 这个伦理问题 就是说 比方说你 你到了自己 这个母亲 父母的孩子长大了 这个孩子 这个试管婴儿 两个同胞 他长大了 他都有孩子了 这个时候 再把他伸出来 他就成 他的妈妈就被奶奶了 就成了一个伦理问题了 你说这伦理问题 也挺有意思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我给我一女性朋友之招 他就是啊 两口子 现在玩的 还不亦乐乎呢 但是呢 也担心 就说因为女人的 这个卵子 好像会随着年龄 逐渐的质量会下降 那么他说 现在我是 存起来 想要又犹豫 该要不要孩子 但是我又怕 我将来后悔 我就跟他出一招 我说你到医院 那动一罐 是吧 动一罐 卵子 那将来你想生了 你也不知 就生五十岁 也得一个 但是你看啊 我觉得动一个卵子 没什么问题 动一罐精子 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这俩一会合 你去就很一点 怪怪 你看 这俩一合上 所以你看生命 是什么意思 是吧 你这一想 我害怕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 文明启示度 就弄好了 没错 你看加个问题 没错 没错 没错